現在就加入谷海大丈夫Light生活圈 小老鼠HIH888 或掃下方Track號 並且訂閱谷海大丈夫YouTube影音頻道 訂閱按讚打開小鈴鐺 歡迎好朋友來到谷海大丈夫 現場為你邀請到的是永成國際頭鋪陳建成分析師 建成老師好 你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又到了週末的時刻了 今天很多人很開心很多的果粉 好興奮拿到了你的粉紅芭比手機了 當然可能很多人就會開始去了解 究竟這一次蘋果手機有些什麼特別之處去拆解等等 但是老師早在8月中過後就已經告訴大家 消費電子接下來可以留意到的這個方向對不對 又是領先了一個月的時間了 好 那除此之外呢 現在聽說聽說現在很多人3點半 怎麼了 要趕回家看谷海大丈夫 為什麼 他說 因為我們會員跟我講的 老師我今天聽到有人在講 在路邊我要趕快回去3點半看穩中球 我現在代號叫做穩中球 穩中球 好可愛喔 我知道了以後我們要歡迎穩中球老師 我們要趕快回去看穩中球 去看穩中球老師 來 好 所以我們穩中球這禮拜 這一週這樣下來 我們真的一檔一檔是穩穩的上 因為台股是蹦蹦蹦蹦往下跌的 你可能8月很多人沒賺到錢 我到了月底我的消費電子 我的城蓋股標上來 還是讓你賺到的 穩中球 可是很多人是8月初 讓你追高 技嘉廣達為創 然後8月底 8月底再彈上來 你頂多沒賺 有沒有 可是8月你又 好不容易技嘉回到前波高點給你走 你又沒走 有沒有 還持續 跟著這個電視上的分析師 因為大家那時候都要看好國劇 看好戲創對不對 所以你的眼光 你的目光只有在這個技嘉 8月底 你的眼光只有在技嘉 我跟你講戲創 沒人理 你不在乎 因為我總是講 我總是站在 少數人的那一邊 我總是站在 孤獨的那一方 八零二零法則的二零那一邊 對不對 可是我說一個分析師要 名氣要大對不對 會費要收的高 要去講什麼 熱門的 要去講熱門的 你想聽的 要去講大家都在關注的標的 對你想聽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老闆教我的 我偏我不要這樣講 對不對 老師走正道走自己的路 因為我從來就不是為了五頭米折腰 老闆講什麼 你就講什麼 我用我的專業 相信我自己的判斷 所以這一兩天 你有沒有發現 上禮拜三 大家跟你正熱 在講富華ETF的時候 的成分股 0099 對那時候每個人 又都怎麼樣 跑去找成分股 要去買成分股 可是 當電視上 人人在講的時候 你知道成分股天天都熱 都紅 等到你發現的時候 它又是漲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對啊 又飛龍在天了 所以我昨天不讓你知道嗎 我跟你講 富華ETF 我是什麼時候講 老師在前天 週二 就告訴大家了 然後提醒各位 昨天還問 你還好嗎 對不對 好 這是昨天 然後在前天 前天就跟大家分享 我在8月28日 我就跟你講富華ETF了 好 現在回來 那我昨天是不是跟你講說 我8月28跟你講 富華ETF 我們的矽創那時候在240 對 那時候我跟你講矽創 你不會在意它 因為為什麼 8月28你的目光都在哪裡 2376即將 因為那時候它還在矽創最後 要抗龍猶毀前的那個 飛龍在天那一段 對不對 在這邊嘛 對 最後那一波 在這邊嘛 可是那時候西窗在哪裡 220 240 那時候幾乎就是還在什麼 山頭斜照的位置 也是我們在進去沒多久之後 它還在那邊 西窗那時候在哪裡 盤著 西窗那時候在這裡 還在盤 可是我是不是上禮拜就告訴你說 300以上 抗龍猶毀了 對 飛龍在天了 飛龍在天 因為 為什麼 因為 早上晚上的財經節目 你聽到的 大家都在講這一個啊 細創 不是嗎 是 有沒有 都在講細光子 都在講這一個啦 我們早就跟你講說 抗龍猶毀了 我都已經不要做的股票了 可是現在大家 早上晚上 所謂的名師都在那邊趁熱度 對不對 我就給你愛心啊 那不是 你在趁熱度 我可以帶我會員 高檔下車嗎 是 有沒有 可是 這個時候 在上禮拜 大家都在講細光 大家都在講ETF的時候 誰敢跟你講AI 誰敢跟你講AI 沒有 那個時候的AI 這個時候 那時候AI 這個禮拜 前三天的AI 小可憐 一直破底 還是被你打落水狗 已經變過街老鼠 投資人 你有沒有覺得奇怪 時隔不過就是一兩個月 上個月還 開口滿口都是AI 我跟你講 跌下來分析師一個一個 嘴巴閉得 都比誰還緊 連講都不敢講 你知道嗎 因為在破底 一個月前天天講 天天把你騙上車 就是8月28 今天是9月22 我們就看8月22 8月23 我說 細創你這邊要坐 給你去坐 我已經要幹嘛 我們已經換進下一檔 三頭協照 我準備三頭協照另外一檔了 對 這個禮拜 我們是不是也都一檔一檔 富貴穩中球 來 穩中球老師給你的 富貴穩中球 對不對 上個月都在做它 即將在那邊的時候 氣創在低點也沒人要跟我做 因為沒人講它 那你們投資人 多數人就這樣 沒人講的股票你不敢做 你會覺得很危險 你要講人人都在講的 我就已經跟你講了 人人都在講 特別是檯面上的名師都在講的 還有誰不知道 因為大家喜歡看 名師的意見 那名師在講的 大家都跟著名師買 那還有誰沒買 那名師在帶著你怎麼樣 跟著投信買 最後帶你被投信 割韭菜 我不是跟你講嗎 這檔計價不就這樣子嗎 投信在這邊拉 外資天天到貨 我們把那影片拿出來重播好了 那個三部曲 老師其實都解釋過 外資到完 投信接 投信在那邊買 你看投信買 你的分析師帶你繼續在那邊買 接 我說你不要等投信到完 我跟你講喔 投信到的時候就在那邊到喔 所以他是不是在那邊到 是 對不對 在那邊到的時候 那一些叫你買 接下來的分析師 如果我在那邊看好 這邊幹嘛不叫你買 怎麼嘴巴都閉起來了 這邊天天跟你講 多好多好多好 這幾天誰跟你講計價 上禮拜你們都去追ETF的時候 我說他下車的時候 那時候誰跟你講計價 沒有人跟你講計價了 都跑去講富華ETF 講我的細創了 就乘起何時 這麼好的股票 對不對 你們都覺得很看好 對不對 370 380拼命追 怎麼掉了10萬你都不要咧 怎麼這時候他不講了咧 為什麼不講了 因為現在講這個話 因為害你套牢了 不好意思拿出來講了 就不討喜了 這時候沒人講了 對啊 沒人講再去講他 老師現在 誰還在那邊講AI 對不對 對啊 即將AI他們都已經跌成這樣了 誰跟你講AI 不敢講了嘛 害你套牢了嘛 害你套牢了嘛 害你套滿手了嘛 可是我在這邊會跟你講什麼 我說你手上在AI手上來找我 老師幫你呼呼 我是不是要跟你講 讓你痊癒 是 我自己 那時候手上都沒AI 我還跟你講說我要救你 我們會員跟我講說 老師我們又沒AI 你幹嘛一直去講AI啊 那現在咧 他不要了 沒人講他了 對不對 但你買糕點的分析師 不敢再講他了 那他帶你買了沒有 他有沒有叫你繼續買 沒錢買了 老師在那邊全買光了 那你這邊怎麼辦 那這個 夠不夠三頭寫照 老師這話 的意思是 想知道的話自己問 綠色框框掃起來問問老師 你現在發現沒有 你現在知道為什麼 你跟檯面上多數的分析師做 都賺不到錢 就是因為他們都要帶你去趁熱度 追在那裡 因為大部分現在在講什麼 他要帶你做什麼 你才會覺得 對 就是要做這一些 你都沒有管 你都沒有管他說現在股價高還低耶 你在那邊跟他買的時候 他給你信心會到多少 500 600 700 可是怎麼下來的時候 嘴巴閉起來了 好像被縫起來一樣 講都不敢講耶 也不敢在節目上跟你做交代啊 那你現在 泡這麼深的怎麼辦 有勇氣帶你追高 沒有勇氣帶你怎麼樣 沒有勇氣 好好一檔股票給你 帶你做到賺 做到賺 那你再新來的會員 重新再做一支啊 那你原本套在這邊的會員 那怎麼辦 我問你啊 你跟著這樣老師那你怎麼辦 我問你啊 你不是又變亞西亞的孤兒了嗎 不就又被丟包在旁邊了嗎 可是為什麼我在這邊 一直苦口婆心告訴你 我是叫你不要做他 我自己都沒有技嘉 我就跟你講不要再追 你跟我做細創 細創 細創 然後等到現在 早上晚上大家都要講細創 你就相信了 那相信又不是又是高了嗎 那等你相信了 你要再去做計創 你又要被分析師牽著去追高 做細創的時候 我怎麼樣 我要來做技嘉了啊 聽到了嗎 這就是我跟其他分析師的差別啊 所以不要再一直重複了 老師在八月下旬一直提醒你 不要去追高 任何反彈都是逃命波 就如同上禮拜老師告訴你 細創我們自己的股票 老師也告訴你不要追高了 因為老師你咖啡龍在天 要準備抗龍營灰 當初帶你做細創的 帶你做技嘉的分析師 這兩天有沒有叫你接 還是跑去做細光 還是叫你跑去 不然再去做我的細創 繼續做 還是怎樣做我的國具 都長高了啊 因為他們都是市場上最熱門的 最容易吸引你的目光的 但是老師在做什麼呢 老師在找尋山頭邪照的標的 我一再一再的跟你證明說 我永遠都是帶你做怎麼樣 人棄我取 人家恐懼 我貪婪 人家貪婪 我恐懼 對不對 長那麼多的細創 都一個月了 對不對 220240你不信 280290你相信 你現在去啊 那你被套了沒有 我都不要了 你現在 別的分析帶你去追我的細創 那為什麼他要追我的細創 因為這個時候沒有人在講技嘉了 這個時候沒有人敢去講偽創 怎麼樣 不被你看報的 就不錯還敢拿出來講 但是我一個月來 我持續給你追蹤 真的 我不斷追蹤怎麼樣 我給我抓到怎麼樣 彎腰剪鑽石的機會啊 而且老師前幾天都還預告喔 你猜 我跟你講 我說你們不要對不對 你猜我怎麼買啊 對啊 這時候沒人敢講AI了 我為什麼這樣講 超明顯的 就破底啊 這個禮拜一禮拜 我今天 我今天是不是 就是早上去聯東森 對 盤中 我昨天就跟佑達講說 我要買技嘉了 你知道嗎 他三條線耶 他為什麼三條線 因為老師 現在已經 因為現在已經沒有人在管AI 你現在看早上的報紙消息 還有在講AI嗎 沒有 沒有了啊 你對比於八月底的時候 那個報紙一翻開來 AI 華碩 技嘉都是 這半個月來 報紙消息都沒AI咧 沒錯 有什麼 像今天還有低軌衛星嗎 那低軌衛星我是不是 一直跟你follow的 有 對不對 你比連心都知道 低軌衛星的聖達科 程程老師有在做啊 有 你們都知道啊 對不對 那講到這兒 你要回來看一下 3491的聖達科 這老師講 低軌衛星從什麼時候 7月 7月份 那馬斯克一直一直在發射 低軌衛星 你有沒有看到 你做我的股票 你是不是很安心 158 你知道嗎 7月份的時候 他還在多少 13多耶 那時候老師一直告訴你 你要留意低軌衛星 然後甚至到了9月 那你做別人的股票 做在這種地方 現在對不對 把你丟在旁邊 不敢講 不敢坑 不敢交代 對不對 然後呢 舊的股票 不好好跟你交代 然後新股票一直叫 那請問你原本 套機家的會員怎麼辦 我問你你怎麼辦啊 他不講 然後你要在那邊 把你的機家砍掉 然後再去買他的新股票嗎 他們的新股票 其實也就是我們 那我跟你講坦白話好不好 像這樣的 你跟他做一年兩年 他給你一百年 你也做不贏 你也做不賺錢 你只會越做越虧而已 不是這樣子嗎 選擇比努力更重要 你要選擇什麼樣的 你醒了沒 你醒了沒 方向對了 努力才有意義啊 不是在一起去追 追山領上 在右上角的股票 我為什麼講話 有時候會這麼義憤填膺 老實心疼每一位 投資朋友 因為我就看破很多 江湖郎中的手腳啊 噁心他媽給噁心開門 噁心到家 來 我敢這樣講 我就不怕得罪人 因為我太清楚 其他分析是在搞什麼鬼了 你知道我說 你說帽子被我們老闆 file掉危險 在那邊講真話 你還不相信嗎 我們老闆很習財 真的 重視人才 對不對 我就跟你講 我不是缺錢來做分析師的 你不相信 來 你看到 我昨天買技嘉耶 清楚明白 266耶 價格在這兒 今天早279 我就叫他買5張耶 對 他自己回報啊 266 5張 266 5張 今天收最高279 2376的技嘉今天收最高 279 266到279 一張又是13塊 看到沒279 收最高 一張13 你不要了嘛 對不對 人氣我去 這個時候沒人跟你講AI了嘛 對 不敢講了嘛 而且 是不是山頭邪照卻想 為什麼 上個月 節目要講AI才有人看 對不對 這個時候 人家AI套滿手的時候 正需要怎麼樣 雪中送探頭 真的需要雪中送探的時候 沒人敢講了 嗯 財經節目也不敢講了 為什麼 被吐口水啊 沒收視率啊 因為財經節目現在就是要 正怎麼樣 正夯的 他才要拿出來講 你這一個禮拜看的都是ETF吧 結果你現在 再去做ETF 不是又被套一次嗎 就是套在山裡 每個月追高都要被套一次 那你哪有那麼多錢可以套 你的人生還要這樣繼續下去嗎 所以老師為什麼苦口婆心每天講 是 266 到279 我們還有清代的買265 263都有 今天多少 279 279 你自己減啊 13 對 13塊 明天再開高 我一張2萬又達陣了 老師是不是告訴你 基本款一張2萬價差 波段的話5萬 所以我能不能跟你講 我是不是說買點決定勝率 是 我是不是說買點決定勝率 為什麼 為什麼過去這一個月 8月的時候 老師都不帶你去買 不帶你去追AI 不追高啊 8月的時候 我天天讓我們會員 把手交綁住 我說你不要上檯面上的分析師 都在講AI 你就覺得你要做AI 不相信 相信人 我救到你了 不相信自己跑去亂做的 就再死一次啊 可是我為什麼 我的心理素質 我可以這麼有定性 我就是等到你們 都殺出來的時候 我再進來 你要做 你要看技術分析 我不是早告訴你了嗎 你要看技術分析做股票 在這邊都破底 你敢做嗎 你不敢做啊 而且我還記得在上個禮拜 你不敢做為什麼 我敢在這邊剪 有一個大黑K 你看到嗎 911的一個大黑K跌停 老師說還不夠鐵 所以你還要相信 現在檯面上跟你講 技術分析的 這一個老師 然後每天拿K線 在那邊跟你講說 我這邊買這邊賣 然後又跟你講一大約 是不是挑空缺口 跟你講一堆破浪理論 跟你講一些均線 均線幹嘛的 大盤捷的口頭是道 怎麼個股不會帶你賺錢呢 怎麼在這種地方 叫你去買AI 買技嘉 所以你醒了沒 你醒了沒 醒的話趕快 綠色框框先加起來 你想要改變 你想要再一次 讓自己有個不一樣的人生 來綠色框框加起來 如果你想要讓晉晨老師幫幫你 綠色框框不要客氣 這張字卡送給你 與其跟錯名師幫人抬轎 不如投成超前部署 買在 買在 騎掌錢 騎掌錢 我這一次技嘉又給我賺到了 是 再一次印證到了 對不對 別人的技嘉 別人帶你做技嘉 可能開始有讓你賺到錢 可是怎麼樣 讓你小賺 後來讓你大套 也許你剛做你有賺一萬兩萬 可是後來讓你套十萬 套七萬八萬 所以 來時間有限 我們也幫助更多好朋友 來投成吧 現在投成只要加綠色框框 或廣告通電話直接拨通了 股票 做股票這種事情 跟常理不一樣 從來就不是 人多的地方是對的 你要煩人心 這不是投票選總統 你了不了解 好趕快投成吧 投票選總統 對不對 多數人都想要站這一邊 你去投沒問題 真的發生事情的話 人多的那邊打起架來才會贏 對不對 人多的那邊打起架來才會贏 但是在股市千萬不要往人多地方 那你不要插嘴 我把話講完 不好意思 人多的地方 打架是人多的地方 打起架來才會贏 我講的沒錯吧 可是做股票不是這麼回事 你們股票做好幾年 怎麼還沒有想透呢 人人都會做的股票 每個分析師都在講的股票 早上 晚上財經節目都在講的股票跟族群 那是大家都知道的 那現在咧 我不知道要跟你講嗎 對不對 人人挨打 沒人敢去做AI了 你不做我來做我就賺錢啊 就這麼簡單啊 是不是 所以 廣告的電話 我早就跟你講過了 全中華民國分析師 如果 你要如果做股票 你要不會做你就不要做了 你要做 我跟你講 全中華民國分析師 我如果沒有辦法幫你賺到錢 其他人也沒有辦法幫你賺到錢的 信不信你自己決定 你 如果要跟我超前部署 買在七張點錢 不要再跟著人家幫投信 幫外資抬轎 被人家當洋坑殺的 利用廣告時間 我的入會專案 直接電話撥通 謝謝各位 來 這個 我跟你講很久了對不對 從9月中 9月中邀約到現在 9月14 這個禮拜來 我持續跟你follow 一直邀約 同樣的狀況 因為他現在沒有標起來之後 不會有人注意他 等到標起來之後 你就是又慢半拍了嘛 好不好 標起來之後 大家都在講他的時候 你要再去做 你又要被割韭菜了 他今天很強喔 他今天很強喔 你找得到給你去找 我昨天我把他當作消音檔 結果我們的導播 那個沒消音 不小心露出去了 我們公司的YT 不小心露出去了 不小心露出去了 都聽到它是哪一檔 既然你昨天 你有加lite 8 你有抓到這一支的 就是我露餡被你發現到的 你就可以作證 我沒有作假對不對 你就可以作證 我跟會員私底下做的股票 今天被你知道了 就是這麼強 就是這麼強 早盤還有低給你買 那手腳不夠快的話 我還是蓋牌 我一樣到時候 我會給你挪開 我的價差夠到的時候 到2萬的時候 我會給你挪開 好嗎 所以你要跟我做這一檔的 一樣 我還是這一個字卡 送給各位 與其跟錯名師幫人家抬價 不如投誠 超前部署 買在起漲前 什麼情況你要投誠 怎麼做 最高殺低的 有沒有 帶你去 買在投信外資後面的 或者跟在外資投信後面砍的 有沒有 這個會期半年一年 你也都沒賺到什麼錢的 你趕快來投誠 我說你帶資金 帶股票來投誠 我都給你超級優惠 只有電話打來 你才會知道 有多麼的好看 真的 老師雪中送炭了 所以電話直接拨通 綠色空光直接掃起來 接下來還有圈內打 等著您一起來賺 感謝老師 9月還沒結束 下禮拜 四個交易日 集團作帳股還會非常地飆 不要錯過了 這禮拜即刻辦好路會 下禮拜一 直接帶你操作 本公司與分析師所推薦分析 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空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省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